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我是欧马 现在大家越来越讲述环保 而且在租屋族大增的情况下 很多人对于买家具这件事情 觉得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要么呢就是接受房东给的家具 要么就是一个空屋 自己全部重新买过 但是搬到新的地方 又要再搬过去非常的麻烦 于是呢现在市场上 就是新习的一个出租家具的服务 不但可以减轻负担 对于处理这些过期的家具呢 对租屋族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美国呢目前已经出现像是Fedder这样子的出租家具网站 它是成立于2017年 将目标受众呢定位在即将要毕业的大学生 很多人呢一开始会选择去Ikea 购置自己喜欢的家具 但是在一段时间后呢 他们会选择跳槽到别的地方 这个时候呢又要去新的地方租房子 那之前买的家具呢就要放到一些平台上面去卖掉 或者是要想办法处理掉 整个过程呢变得非常的麻烦 于是呢Fedder这样子的家具租赁平台呢 就提供多样的系统化服务 提供给租赁者不一样的需求 除了家具单品非常的丰富 包括针对客厅餐厅或是家庭办公室 甚至连户外庭院的家具也有 更有品牌家具来打破消费者对于出租家具品质的疑惑 出租给客户的家具呢是直接从零售商还有制造商那里购买的 通常来说租期是3到16个月左右 Fedder也能够保证家具的品质 网站上出租的家具都要经过清洁还有检查 并且任何的家具都不会被出租超过三次 每个月的月租金额呢为193美元 折合台币大概5100元 包含所有的运费 或许你会认为每个月支付台币5100元来租家具是不便宜的 但是呢美国每个月平均薪资为9万台币 换算成台湾的比例 每个月大概花上2000元台币支付租金 是否会觉得合理多了 其实呢现在本来就是一个很共享的时代 那尤其对很多这种游牧的迁徙世代来讲 这样的出租家具服务是真的蛮必要的 因为可能他们隔个两三年就会想换一个地方去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甚至在整个居家环境上面也要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氛围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出租家具服务的话 就有点像快时尚的感觉 大家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去依照自己的心情 或这阵子想要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形态可以随时的去做变换 那其实呢我们也有观察到说 这样子的一个家具出租服务 它是从欧美这边开始兴起 因为毕竟那边的整个服务是比较辽阔的 所以在搬家上面的成本 不论是从人力或是金钱上面 整个成本费用是比较高 那相信接下来台湾呢也会陆陆续续有这样子的服务推出 那对于很多在生活品质上面 比较要求的租屋组来讲 这样的一个服务是绝对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咯 我们下次见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